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刚刚在讲的网路上面 有些东西你还真不能买 虽然它是奇奇怪怪 零零总总的东西 很多让你看的是眼花缭乱 可是辉文刚刚都举例了 说连OK帮都不可以买 不可以买卖 这个卖了的话就表示说 你是有涉及违法 这个因为它是什么 医疗用品 对 有强调什么 疗像是医疗用品 之前还有网友 异想天开 他买了一个BCD 然后看了电影之后 看了两三片好看好看 看完了那怎么办呢 就跑去push网上说 我有一片陈东豪演的BCD 卖你外面可能卖300 因为我看过卖你100就好了 那这个就有问题 因为BCD的那个版权 当然是属于原来的电影公司 或是这个电视公司的 什么可以 你看完之后拿去卖 这一定有问题 那刚刚讲的那个火箭 因为它是打坦克的 但我们国内 也不会有人买来去打坦克 那如果打特勤车队 我点到为止 打特勤车队怎么办 坦克都打得穿的话 那特勤车队那个通通挡不住 即便你是什么防弹 你绝对挡不住 那当然是会有那个威胁 不过刚刚世仁兄讲的也没错 他在购物网上买 那因为他是要进口来 我们这边的时候被逮到 那他是怎么出口的 也就显然说 出货的那个国家 就说这个没关系 那就把他让他出口 可是在进我们海关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他进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之前常常抓这些案子的时候 每个人都讲这个收藏 收藏是标准答案 你买这支穿要做什么 我就放在家里摆下去了 然后之前很多那种 泄斗的时候那武士刀 打说你买武士刀干嘛 就收藏了 当然真的有人在收藏没有错 可是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说他那个你组装之后的那个胶耳 你那个杀伤力够不够 那当然是要专业建立 你如果能够有杀伤力的话 他就认定那个叫做武器了 那如果说那个只是好玩的 譬如说没有枪管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装填子弹的 他就认为你那个收藏品 虽然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火箭弹 你如果说可以再组装的话 甚至还有这个还有弹药可以买的话 因为组装起来嘛 我这次买这个发射器 下次买弹药 那下次被这个 如果组装起来具合伤力的话 当然是违法了 我认为这个应该要抓了 因为这个买这个太无聊了 对 孝辰那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可以去买枪支的零组件 然后呢再去把它拼装成一支手枪 对不对 那变成了一支枪了之后 那还要怎么样 还要去经过什么检验 不是 那个是那个做生存游戏的时候 你因为我们会有一些 所谓的一比一的仿造 这样子的一个枪械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的话 它最主要是要鉴定 你有没有所谓杀伤力 如果没有所谓杀伤力的话 那那个你又必须要去 去跟去拿去送宴 去警察那边送宴 刷宴完之后 你必须要拿到一个 一个许可证明在这边这样 那我今天有去看了一下 美国的那个出口货品的 一个管制的管理办法 那个他们对像这种 所谓的军品 以废弃之军品 它能出口的一个这样 它必须要证明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必须要能够 在出口的时候 他们的美国的一个官方 它要去检验它是一个 已不可再使用 或者重置再使用的 这样一个状态 它有一个明文这样的规定 所以在美国来讲的话 它或许它可以去 合法的出口 但是在台湾这边的话 我们对于像这种 军品的这种管制 事实上是很严格的 那当然就是说 你今天我们要来看 这个案子 它本身 因为它AT4的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反坦克的一个 它有一个药桶 它是空药桶 那空药桶的话 它就跟像以前国军用的 66火箭弹一样 打完之后直射武器 打完之后就扔掉 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塑钢管这样子 那但是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发射系统 是不是有没有被破坏掉 如果它整个发射系统 被破坏掉的话 我是认为就是说 可能未来的话 法官跟检察官 可能在这个处理的部分上面来讲 可能会比较 稍微重宽的去裁量这样 这个收藏家的话 不见得会有什么重罪 不过我还是要劝告 网路上很多东西都买得到 包括以前的时候 曾经有人买一个古董枪 在17世纪的时候 古董枪 对 就那古董枪 结果没想到 它买进来的时候 也是在我们在桃園机场那边 被扣下 就扣下来之后 结果那个购买者 那个桃園的一个收藏家 他后来那时候被判刑 为什么被判刑 因为那个古董枪 虽然它是已经 已经很久了 两个世纪前的东西 两个世纪前的东西 结果没想到它能够发 也就是说 如果你去装那个什么 铅弹在里面 加一点火药的话 它是可以射伤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 是 东皇那很快补充一下 就是他如果真的是被抓 比方说他违反枪炮弹药管局条例 那轻则如何重则如何 这个件事情我想 可能应该是不会太严重 如果他真的有杀伤力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前面的砍板 七年 那为什么不会太严重呢 为什么从他交保金额五万块 就说我去买一个火箭筒 五万块交保 那不是简单官有问题 就是被告有问题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红箭筒 基本上我们可以初步揣测 它大概是没有杀伤力了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被废弃的了 那现在剩下什么 但是你这个东西还是敏感 因为这样子的货物 进到海关的时候 我们现在海关都还是会扫描 X光 所以会看 会很快 而且会有水单 所以你一看就会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是明明白白 就直接从美国就进来的 所以这种案子 很好抓 就是说你就是违规了 这是比较单纯的 比较不单纯的是什么 比较不单纯的比较复杂的 通常是发生在南部 货柜 那个一个货柜竟然是什么 什么冲锋枪啦 手枪啦 前几年还闹到说 有电脑局的人 跟走私集团合作 所以那才是真正麻烦的地方 那个不是eBay买的啦 那是eBay买不到啦 现在真的是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不要说是一有钱以后 去买不该买的东西 可是我们看看有钱人的话 懂得要去投资 甚至是去买豪宅 我们看一下 这个现在台湾的有钱人 而且达到一定门槛的 现在有8万多人 那么但是呢 再待会儿回来 我们就要来看看 现在要如何来展望 台湾的经济呢 我们稍会来继续讨论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世界经理人峰会 在亚这个香港 选出了今年的十大亚洲豪宅 其中呢 台湾的新一区豪宅 也是榜上有名 不过呢 我们看应该是属于大安区啦 地宝啦 令人比较瞩目的是 这个十大豪宅之中 大陆跟香港就南瓜了 有一共六个名次 台湾的豪宅指标 地宝以高级建材和黄金地点 吸引富商民流入住 今年更是被世界经济人峰会 选入亚洲十大豪宅中的第九名 也是唯一上榜的台湾豪宅 而荣登亚洲第一豪宅的是 印度首富富木克舍 为自己一家人特地量身打造的 被取名为安地拉的豪宅 拥有停机坪 大型舞厅和九步电梯 挤入亚洲前五大的豪宅当中 香港就有两栋 一栋是取了港星李嘉欣的香港富豪许靖亨 他名下的港岛大浪弯道10号 价值超过28亿台币 排名第二 另一栋则是临近的港岛大浪弯道12号 屋主为香港富豪李泽楷 价值约5.2亿港币 入选为亚洲第三大豪宅的广州大一山庄 本来就是大陆豪宅的榜首 总共规划79栋别墅 据说每一栋都以1000万美金起跳 而原本身为大陆豪宅榜首 这次却被广州大一山庄挤下去的 南京中山国际高尔夫别墅 则是位居亚洲第五豪宅 因为背靠紫金山又拥有2.5平方公里的森林绿海 风水特别好 亚洲十大豪宅当中 香港和大陆就包了6个名次 分析家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受到金融海啸影响 全球除了大中华地区以外 豪宅市场价格都大幅下滑 相对的大陆富豪 却把不动产投资当作避风港 中间是位鲁玉涵纵好导 好有钱人的生活真的过得很豪奢 他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豪宅呢 林林总总排名这个出来了 那么这是这个香港的这个一个经理人的协会 所做出来的一个排名 不过呢我这边做了一张手版 观众朋友也可以很快的来浏览一下 这个里面呢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印度的首富 那么他盖的这个安地拉 价值达628亿元 另外呢像香港我们看到有中国的 还有这个你看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 全部都是排在这个香港中国 然后另外还有个新加坡的这个豪宅 然后再来呢这个台湾的红盛地宝 他也排在第九位 那么排在第十的是新加坡的这个 Saint Regis 2.88亿元一套 好当然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 第二个小时我们请到的这个资深媒体人卢艳丽 艳丽对于豪宅也还蛮熟悉对不对 虽然我们没有去住 可是呢还蛮了解的这个行情 很希望有机会去住啦 特别是印度首富盖的那一栋真是这样 可是那好像他们自己家住的 对他们自己家住 光是用人就收600个 那事实上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 因为他们全家也不过六个人 他他老婆他妈还有他的小孩 加起来六个人 可是呢他光是雇用的这些佣人 就高达600多人 那现在外界看到的资料是说 他的这一栋 这个所谓的安地拉 这一栋的豪宅呢 是27层楼 但其实呢 因为他每一层都是挑高的 所以呢 如果实际上去算的话 是用 如果我们是用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楼层去算的话 他其实可以是盖60层楼的 60层 所以大家会知道说 这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其实他在盖这栋豪宅的时候呢 是正逢2008年下半年 也就是刚刚发生金融海啸过后没多久 然后那时候 因为他已经非常财大提出 他是所谓的第二代 因为他爸爸过世之后 留给他非常非常多的财产 那他们家的事业横跨了石油 横跨了百货公司 横跨了零售通路 他现在呢 也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炼油厂 他爸爸过世之后呢 那他们兄弟呢 也就分家了 那吵架了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兄弟彼此不讲话 重点是在于说 这个2008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海啸之后呢 所有的印度人民 这个日子苦不堪言 可是他老兄很妙 他觉得说 我就是有钱嘛 那我当然可以盖一家 他们的贫富差距是更大的 对 他觉得他我自己还是可以盖一栋 很好的房子来自己住 所以这个时候 印度总理看不下去 他就出来呢 就是在媒体上面公开的说 请你这个安巴拉先生 稍微那个自律一下 大家日子都过得不好 你居然还要盖豪宅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一栋盖了那么多年 到现在还没有盖完的原因 就在这边 他其实还在新建当中 那这一栋呢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 他这里面内容有很多 让人折舌的地方 对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每一层楼的详细的这个 每一层楼 他都有不同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他第一 第一到第六层呢 就是一个停车场 那第七层楼呢 就是专门要做一些汽车的维修 那当然有钱人要做的事情 包括说你要有一个大型的宴会厅嘛 健身俱乐部 然后家庭的医院 家庭的剧院等等 第二十七层楼呢 就是所谓的娱乐中心 家庭剧院很平常 那家庭医院就很少听到 对那没错 那其实第二十七层楼娱乐中心 特别要值得介绍 就是说他其实有 大家想象中的这个 就像电影院一样 在他们家就是看电影 那因为他自己 非常喜欢看保莱坞电影 听说他一个礼拜 他至少要看二到三部片 所以呢他就 他就决定在盖豪宅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这个娱乐中心 把他放进去 那在顶楼最特别的是呢 很大的一个停机品啦 因为他们家呢 有各式各样的飞机 那如果说就是有朋友要来拜访他 或者是他要出去 去国外谈一些生意的话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住这样的一个 就是搭飞机去洽谈事情 然后其实他们 整个家庭当然就是非常有钱 我记得几年前 他老婆过生日的时候 他还是出手非常的豪气 他说想不到要送什么东西给老婆 因为珠宝太怂了嘛 对不对都送过 最后他决定送一台 747的波音飞机送给他老婆 所以呢这就是整个印度首富 目前过的一个生活 当然大家听着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啦 好那我再花一点时间 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位安巴拉呢 他现年是57岁 那最新的知道他当然就是 不仅是印度首富啦 他在Fobis呢 他大概也是排名前十几名左右 那他爸爸呢刚刚有提到 他其实不是靠他自己 一个人努力打拼上来的 那他爸爸呢 开拓了一些新的事业之后 就交给他 那他现在是信实集团的 这样子的一个负责人 然后刚刚有提到 他负责的事业非常非常的广哦 石油天然气零售等等等等 他们拉当全部都有 那他们整个集团的总资财呢 占印度的GDP就高达3.5% 甚至呢大部分的股民手上都有 他们公司的一个股票 好 我们的地宝呢 我们的地宝排在第9耶 这个啊 其实我觉得地宝已经表现很出色了耶 其实地宝现在每一瓶 大概是两百多万元了 而且吸售了 买不到了 其实有钱他们也会非常担心说 万一在接手的人价格比较差一点的话 他们就会担心说 他们的整体资产是缩水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是发生金融风暴的时候 那个时候整个房地产 整个啪就是跌下来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听说 有地宝 有住户想要把这个房子卖出来 然后呢 就听说 我只能说是市场上摇穿 因为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证实 然后听说呢 这个住户是开90万 然后所有的旁边的这个住户就说 你千万不要傻 你不要卖90万 因为这样等于让我们的资产就缩水了 然后呢 他的所有邻居就说 那这样子把我们来接手你的 你的这一栋物件 所以到现在其实整个豪宅的价格 还是在一个相对支撑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 这个现在 因为刚刚还有很多 你看排名这十大超级豪宅里面呢 还有这么多 那其中呢 就有这个 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许静亨 许静亨 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他可是这个李嘉欣的这个先生嘛 这个娶了一个美娇娘 可是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聊 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现在的一个情形 是说呢 现在因为呢 股票涨上来了 然后再来看看 这个房地产 这现在最近呢 也看到因为一路的涨了之后 当然最近可能看到有一些物件 或者是成交 他有一些降温的迹象 可是呢 其实基本上这个价格呢 还几乎是平均值是挺在那里 也因此呢 现在大家在观察的就是 这个股票啦 还有房地产啦 他这个市值啊 都有出现的往上 也因此呢 造就了许多的这个富豪 更多人出来了